9. 赴约者奔往卫世 终欲到账之退 更变速前野 车挡虽倒挂之行 而再更立前行之侧野 在日常工作生活中 凡是与别人商约好的事情 我们就要按时去做 要照着约定的条件去旅行 并争取把它办好 实际上 要成就我们的事业也是一样 但是 往往我们在前行的途中 会有很多障碍 举例来说 上学时要读书 认字 写作文 有的句子造得不对 有的作文写得不好 有的数学做不了 但是 我们必须要努力完成这些作业 并且要做好 做完美 最后达到目的 顺利毕业 又如 我们在事业当中 遇到困难 挡住了我们 我们暂时前进不了 此时 要懂得 忠欲到账之退的道理 就是说 途中遇到的障碍 不能前进时 有时候 要先朝后面退一下 那么 这稍等一下 是否就更迟缓了呢 不 暂时的后退 是为了须集力量 瞅准时机 以便能更快 更好的前行 就正如汽车 要设一个倒挡一样 每每汽车 抵到障碍 无法前进以后 此时此刻 需当挂上倒挡倒退 倒退的目的 是为了让开 更宽阔的路来 以便能挂上 更快的速度前进 总的一句 倒退的行动 是为前行的目的 而采取的一种 具体对策